大家好 好 附光塔了喔 我今天要講素明明德 就是他前面有先提到說 就是要從先講素明明德 然後才講清清清明子餘之善 就是他講說就是一貫的義理 都是由禁道遠 然後有出道經 然後就是有他本末先後的功夫 然後就是我們不能亂這個次序 然後就像是我們學習英文 可能國小你要先學國小的 然後之後才到國中 然後再到高中 就是要從 就是有他的先後順序 要從國小先打好基礎 然後慢慢的學上去 就是我們也不能亂的這個次序這樣 然後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的 古就是指古代的君王 然後明明德於天下 就是指天下太平 然後天下太平的話 就是指人民就是不會動於私欲 然後可以使自己的良心作主的話 這樣就是天下太平 然後 先持其國 就是你要先 就是你想要將天下的治理好的話 就要先將你的國家 就是這個國家的治理好 然後才能慢慢推展出去 先持其國則 欲持其國則 先騎其家 就是想要將國家治理好 你就要先把家庭管理好 然後騎家就是指 就是父慈子孝 宣有地公 然後夫妻和睦 就是能夠 就是家庭和樂 就是雖然家有千口 但是心只有一個心 就是大家是親心的 欲其其家 則先修其身 就是想要將家庭治理好 你就要先將自身修養好 就是使六根的發動 都能夠順著本性 就是像我們有時候在 就是會因為自己的情緒 然後就是會跟弟弟啊 或是媽媽吵架 就是對他們口氣沒有很好 所以就是 這樣子就代表自己 自身還沒有修養好 但是如果 所以後面有講到說 就是生不修不可以其心 這樣 然後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所以想要將自身修養好 就是要先端正自己的信念 就是他有講說 心就是一身之主 就是你的心一發動 然後意就會跟隨 然後如果你的意跟隨了 然後你的身 就是會照著你的意念去做 然後有講說 就是 就是我一念善天必知 我一念惡天必小 就是不要想說自己 就是沒有人看到 自己動了什麼念頭 不會有人知道 就是抱是靈童茶的情 所以就是我們要端正自己的信念 所以就是我們要端正自己的信念 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 就是想要端正自己的信念 要先誠實自己的意念 誠就是不自其 好 欲誠其意者 先誠其志 想要誠實 就是自己的意念 就要先擴充 誠就是指擴充達到 擴充自己的良知 擴充自己的良知 就是如果心 就是心沒有 就是歇指出的話 就是 就是這樣子你的沒有良知 這樣你的心就沒有詭異 那你的意念 就沒辦法真正的 然後自知 然後自知 想要讓自己的良知表現出來 就是你要先 隔除自己的生物跟心物 然後 這樣子 能夠 隔除你的生物心物 就像是 一片烏雲 然後把它撥開 就能夠重建天之一樣 然後物隔 隔後自知 就是 就是 你的心物跟生物隔除之後 然後 你就能夠 恢復你最原始 最原來的本性 跟良知 之治 然後義成 就是 就是你的良知 能夠顯現出來之後 你的意念 就可以真正了 然後義成 然後心正 然後意念真正 你的心就能夠端正 因為義是跟隨著心 但是你的意念真正 雖然你的心的念頭是不好的 但是你的意念也不會更準 你 到 施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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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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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護官